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我是小瑞,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 前段时间,文字图片生成视频的应用Pika登陆Discord 刚一问时,Pika变成为Runway Gen2最强劲的对手 因为完全免费使用,Pika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用户 还有掌声,他不仅免费,还很好用 甚至在某些方面,Pika要比Runway更厉害,不信 我们今天就来比比看 小瑞还让Kaber也加入了测评 是的,一个好消息,Kaber近期又重新开放了免费使用 先来看Runway Gen2,Gen2最近又有小升级 打开runwaymail.com,注册账户或使用Google账户登录 进来后选择Try for Free,点击粉色的Start with Image 左边的选项是以图片和文字描述来生成视频 注意使用这个功能,图片只起到构图的作用 右边的是文字生成视频 这两个功能生成的效果都是几乎不可控的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张不错的图 想在图片的基础上生成动态视频 那么选择第二个,Image 点击Uploaded File上传本地图片 我们先来试试这一张 克拉肯攻击船只,很动感的一幅图 点开这里,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滑块 数值越大,运动强度越大 那我们给它滑到最右试试 下面的Camera Control相机控制 也是新增的功能,还在测试中 点开它,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控制镜头的水平移动 垂直移动,缩放以及旋转 还可以调节相机移动速度 我们让镜头水平向左移动 速度加快一点 点开这里,这里的Interpolate选项 可以考虑取消勾选 最后一个按钮,是生成视频的时长 每次仍然只有4秒钟 不过现在可以接续上一次继续生成 最多可以连续4次 生成16秒钟的视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点击Generate生成 可以看到,镜头的移动符合预期 但视频效果不算理想 再来试试镜头旋转的效果 画面出现了较严重的错误 镜头控制功能目前还在测试中 想要更稳一些出片 可以不对镜头进行设置 默认的效果是不是好多了 我们再试试连续生成 点击这里的Extend 每次生成会额外花费20个credits 8秒钟的视频出来了 下载来配个声音看看 衔接毫无破绽了 虽然画面有些怪异 接下来我们再来试试 安静画面的效果 Mid Jeremy画的这个女孩 我很喜欢 光影也很美 motion滑快调到适中 Generate 女孩的样貌有一点改变 不过画面如电影一般 充满艺术美感 这也是Runway Gen2最强的优势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Pika Pika和Mid Jeremy一样 在Discord中使用 打开PikaArt 点击下面的Join Beta 加入它的Discord服务器 在这里 Generate这一排 随便哪个点击去 斜档选择Animate 在这里上传图片 也可以添加Prompt补充说明 上传图片后 点击图片地址后面的增加 上方会出现Prompt选项 点击后输入提示词 回车就好了 我们和Gen2同样不写Prompt试试 回车很快 作品就出来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 画面上克拉肯是动态的 身体在动 触手在动 眼睛也在转动 再来看Runway Gen2的作品 克拉肯几乎是静止的 她似乎更偏重于镜头的变化 再来试试这个女孩 好美的一个镜头呀 对比Runway 还是Runway的视觉效果更好 但是Pika的作品完美保留了原图女孩的样貌 表情动态也非常自然 更多的比较 Pika同样可以只用Prompt来生成视频 只要输入斜杠 选择Create 输入提示词回车就可以了 Pika在他们的常见问题FAQ中有文章介绍了 在提示词中添加画面比例 运动强度 以及各种相机参数的方法 就是这一篇 同Mid Journey一样 你需要把参数部分写在最后 并使用空格与前面内容分隔开 使用AR16-9这样的格式来设置画面比例 Motion 4这样的格式来设置动画的运动强度 注意其中空格的使用 相机的设置参数 缩放 平移和旋转 每次只能三选一 且不能冲突 缩放参数 缩小放大 Camera Zoom In Camera Zoom Out 平移参数 有向上平移 向下平移 向右平移和向左平移 Camera Pan Up Camera Pan Down Camera Pan Right Camera Pan Left 可以使用两个不相冲突的平移 比如向左向上平移 Camera Pan Up Left 相机的旋转参数有 顺时针旋转 Rotate Clockwise 或者逆时针旋转 Counter Clockwise 或Anti Clockwise 可以使用CW CCW 及ACW的缩写形式 比如这一段视频中 我使用了Zoom In 和Motion 4的参数 另一篇文章中 教大家如何创作更长的影片 使用的方法很好理解 就是截取生成视频的最后一帧图片来继续生成新的影片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操作看看 PK真的很棒 未来可期啊 希望可以免费久一点 接下来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Caber的新功能 Caber是最早提供免费试用 AI文字转视频 图像转视频 视频转视频的应用之一 作为一个先驱者 它也受到了很多关注 后来它限制了免费用户试用 要添加信用卡 才可以免费试用一周 不过 最近Caber又开放了试用 并且新增了类似于Runway和PK的Motion运动风格 我们先来看看它之前的这种 Flipbook风格的动画 有没有做得更好 点击这里上传图片 让美丽的女孩先登场 这里我们要写描述词和风格 描述词也可以直接点这个来 自动生成 生成的描述词 非常准确 风格 根据画面选一个Cinematic 电影般的 点击Video Settings 后面还有些参数要设置 Video Duration 影片的长度 每秒钟每个积分 Flipbook影片花费很少 勾选让原始图片成为第一帧 Evalo的值越低 画面越稳定 越高 画面的变化会越大 点击Generate Previews 生成的四幅预览图选一个 这里有一个Storyboard按钮 点击可以设置另一段描述和风格 来为你的视频增加新的情节 这个功能蛮厉害的 我们先不做那么长了 返回第一个 Storyboard Create Video 生成影片 一分多钟后 完成了 影片画面很稳定 相比之前有很大的进步 Flipbook影片花费Credits很少 很适合制作创意短视频 或是音乐动画 接下来我们来看Caber的新产品 Motion动画的制作 同样 自动生成描述词 选择风格 这里能设置的参数很少 只有Evolve 我们设置为8 可以看到 四秒钟的Motion动画 要花费32个Credits 是8倍的Flipbooks动画 那么效果是不是会很惊人呢 Generate Preview 二选一 点击Create Video 在这一步似乎有一个小bug 点击Open Imprompt Editor 返回提示词面板 再次按Video Setting时 页面多了影片画面比例的设置 下一步重新生成预览 注意这样的操作会 再一次花费32个Credits 再次二选一 我选这一个 生成视频 女孩为什么要背对着我们呢 可能Evolve只设置高了 和原图相去甚远 效果上来说也还可以吧 但我觉得和Runway Gen2 以及PK相比有一点距离 另外 它的水印做得也太夸张了 如果你的Cable里面有免费的积分 小瑞建议来玩Flipbooks Motion动画还是去Runway Gen2 和PK玩好了 Runway Gen2与PK相比 优势在于镜头的美感 它的作品更像是大制作的电影 同时可以方便地制作16秒视频 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PK的优势则是更准确自然的动态生成 还有 PK目前完全免费 我必须要说 PK团队很了不起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认为我的视频有趣 或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恩